生活中,你一定遇到过凡人的堵车,但你知道吗,数学题里也有堵车的情况发生,小冬开车从A城去B城,原计划每小时行60千米,结果遇到了堵车,每小时只能行40千米,结果他晚到了两小时,那本来多长时间就能到呢? 这个问题里,看上去只有小冬一个人,但是其实有两个过程,原计划的和时机的,为了清楚地表示,得把这两个过程分别划出来,这样就好像有两个小冬在同乡而行,有点像追击问题,追击问题当中的两个人都得用相同的时间,可是现在他俩是路程一样,时间不一样,这怎么办呢? 没关系,咱们挑出时间一样的部分来看不就行了,原计划先到,这时实际上还没到,那这两段就是相同时间,而剩下的这一段,就是晚到的两小时,每小时40千米,这段一共80千米,也就是说,相同时间当中,原计划比时机多走了80千米,每小时多走60-40的20千米,所以原计划要走80除以速度差,答案是4小时,再回顾一下,先结出相同时间的两段,然后计算多出的部分 有多远,最后利用追击问题公式计算计划的时间,再来看个复杂点的例子,小西要从C层到D层,如果每小时开40千米,就会比原计划晚到三小时,如果每小时开60千米,还会比原计划晚到一小时,那原计划用多长时间到呢? 画图看一看,跟刚才一样,还是找时间一样的两段,每小时60千米的情况先到,每小时40千米的后到,晚了3-1的两小时,所以这一段就是80千米, 因此时间相同的这一段,花费了80除以60-40的差,也就是4小时,小心,这当成原计划时间可就错了,这是每小时开60千米的时间,比原计划晚到一小时,说明原计划时间得再减去一小时,最后答案是3小时, 那C层到D层有多远呢?这也好算,60千米一开4小时就到了,说明一共有240千米。 好了,这就是这个视频要讲的全部内容,形成问题中,遇到这种计划和实际不一致的情况,就用对比的方法来解题, 解除两个过程中时间相同的部分,这样就能够计算了,听明白了吗?明白的话就快去做练习吧!